舰载直升机的运输 看似简单 其实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 所有这些拉着飞机 或西方弹的国家 最严重的一个 两架直升飞机 在自己的机库里摇了远袖 大幅度的船只的摇摆 对飞机来说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为了戴上它 2007核梁红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铺平船上 飞机享有最高级别的待遇 豪华单人间 2007还专门设计了 直升机的绑固方案 我们可以把雕钩 用葫芦 把它毛印在地上 然后这样飞机往下一压 产生一个下压力 飞机的腿啊 机翘就会往外撇 我们在两边用脚铁挡住了 在机外的八个点 我们加了八根卵渣袋 就等于 让飞机的弓形管 和这个下压力 把飞机牢牢地拉在地上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泡沫缩量 一些大的泡沫 然后把旋印和机身撑住 因为晃动太多 这个减震胶电 会被这种晃动 增加老化或者损坏 如果一旦它损坏 让飞机起飞的时候 飞机的震动会特别大 别看这种震动 可以把飞机震碎 全都是市民传统的 这是在这种震动不安的 我们是俩试的 会文化 因为在这种震动上 对灵魂炉